用 password 你把他打上去就可以了 那再来的话 再建一个那个 这个叫Statement 这个Statement的话 利用那个con 去帮我建一个Statement 那这个Statement的话 它可以帮助我们去做 后续的查询动作 OK那这里的话 再来就是说 我们后面再加上一个SQL语法 这个SQL语法 就是一个字串 那里面的话我预设是用slate所有回来 可是我今天呢要把它 不要所有的 而是要什么 而是要部分 就是说我要关键字查询的话 其实就这一行 这一行其实还蛮简单的 就是 就刚刚我下了这个语法 有没有 SQL等于什么 等于slate所有from地址 会有 看一下 会有 会有地址栏位like 那这边特别注意是一个百分比 百分比 那最后的话呢 它会把最后的query的结果 放在哪里呢 放在rs里面 这个rs就是一个recode reloadsets 因为在ado里面是叫recodesets 在这边叫reloadsets 那在SQLite里面叫什么 不知道 还记得科词这个东西吗 有没有 其实就是科词 在那个SQLite里面 它对应到的那个原件 其实就是科词 科词实际上就是这个东西 我讲过嘛 它有点类似像 记忆体虚拟的 一个table 那我们最后不是有查询结果 它会先把它放在那个table里面 就是 记忆体里面的一个虚拟的table 它的reloadsets 跟科词其实基本上 里面的作用基本上是 相似的 你说完全一样吗 其实当然里面有一些东西 还是属性还是有点不太一样 其实ado里面 如果你们用那个danness danness里面有ado ado叫recodesets 然后ado也是用connation 所以观念上几乎一模一样 没有不一样 只是名词换一下而已 所以观念上没有什么不一样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我们把exque exque SQL 之后的话 最后回来的东西 在前面加一个table的boulder 我要框线 然后我要tr tr是增加 id 对不对 然后上面有栏尾名称 就th 然后把它用什么 rs.net 一直跑跑跑跑 把东西全部都把它 载入